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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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Sir, 有一宗凶殺案想找你同事嚴妖 回來重案組協助調查 你剛才說你家裡和花圃都是西貢,是嗎? 是, 烏Sir 在2013年9月9日下午四點至六點左右 你在你家附近有沒有看到可疑人? 兩年前, 我不記得 你再細心想清楚一點 你家裡住的位置也算偏僻 如果任何陌生人經過 我想你也會有點印象 兩年前 兩年前我和哪個朋友吃飯, 我都不記得 你現在這麼久以前的事 現在才來問我 烏Sir, 這宗是什麼案子? 瑤瑤自己人, 告訴他 大概兩年前 在黃大仙發生了一宗 軍動一時的失蹤案子 失蹤的一個弟弟, 他叫駱平安, 乾仔 我記得這宗案子 那時候後續了幾天頭條, 我有印象 在上個星期六, 有一位遠山人士 在你家附近, 經過的時候 發現了一副小孩駭骨 經過法醫的鑑定證實 他是安仔, 樂平安 我們根據駭骨和衣物上的線索 我們懷疑安仔是被人虐殺 再疑屍山頭 難怪早幾天 有幾個伙計封鎖了後生的路 原來因為這件事 那你們是不是找到一個兇手了? 我們抓了一個疑犯 三十歲左右, 他叫徐哥 但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證據 所以我們要起訴他 他為什麼要殺人? 我們在他的手機和家裡的電腦 找到大量的小童淫蝕照片 我們懷疑他是一個鏈頭皮 你認認他吧 沒印象 其實我們在2013年9月7日 都找過徐哥這個人回來協助調查 我們根據安仔家附近模型店 店員的口供提供 安仔曾經一個人來過這間模型店 之後那個店員 看到他跟一個男人聊天之後 就跟著他走 他那個男人就是徐哥 徐哥就是在模型店附近 一間茶餐廳裡送外賣的伙計 根據他當時的口供所說 他是一個變形鐵膠盒的忠實支持者 當日他看到安仔 不停看著廚窗裡的模型鐵膠盒 他家裡也有一副 不如送一副給安仔 於是安仔就跟著他回家 拿完就走了 我們也有查過大廈的CCTV 也有手腳的家 證實他沒有說謊 好, 最後我們放手了他 但接著就沒有安仔的消息 但直至兩天之後 即2013年9月9日早上九點半左右 安仔曾經用過一張太空卡 打電話回家 他想找家人去救他 但可能他太害怕, 他只會哭 接著咳嗽了 之後沒有人再見過安仔 而最有嫌疑的是 在2013年9月9日大概八點左右 徐國離境回到內地 我們有理由相信 徐國始終是最有嫌疑的人 所以一直通緝他 直到昨天他回到香港 過關的時候, 我們拘捕了他 你們現在懷疑9月9日的上午 徐國殺了安仔 然後把他的屍體埋在我家附近的厚紗 然後為了前逃回內地 這也是我們初步估計的 如果你那天真的見過這個人 或者可以提供了什麼線索給我們 對我們破案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真的不記得 兩年前的事, 忘記也很正常 如果你現在這段時間想起任何事 歡迎你隨時找我們 遙遙, 幫忙吃香蕉了 我很飽, 你們吃吧 為什麼一回來就不說話 有人欺負你? 沒有 傻傻的, 遙遙是警察 哪有人敢欺負他 今天有些警察叔叔來問我們口供 嚇得我呢? 不用怕, 徐國問一下 不只問我們, 他們問全村人 他們問9月9日時有沒有見過陌生人 傻傻的 這麼久的事誰記得 我真的記得 9月9日叔叔和姨姨離開那天 警察叔叔不是問這些… 你們倆有這麼多話說 快點換衣服, 洗手幫忙開飯 那些警察也有幫我留個口供 我聽那些警察說 那個小孩只有幾歲就失去一條命 真是挺可憐的 那個小孩是很慘的 可惜我們幫不了他什麼 很難說的, 隔了這麼久 都不記得了, 免得想那麼多 回去吃飯吧 早安, 閻哥 終於回來了, 背寶寶 怎麼樣?家仔訓練學校辛苦嗎? 還好, 不太辛苦而已 閻哥, 我叫你準備的東西 你搞定了嗎? 有閻哥, 什麼時候會脫脫 你的照片抹肚肉, 我幫你準備好了 對了, 全部半肥瘦 肥瘦還脆脆脆的 保證他們這些傢伙, 來… 謝謝, 謝謝你, 袁哥 不知道嗎?你是最後的 你歡迎 你們吃完早餐好, 趕快撇 不可以遲到 是, 請到 各位早安 我背書又回來了 還有考慮了一個大喜包排 好, 別吵架了 麻煩你別妨礙, 那個時間… 怎麼這麼說? 因為一會兒大Sir來吃飯, 不遲得 無緣無故大Sir來吃飯什麼? 你問我, 我問誰? 你不知道嗎? 謝謝… 不是, 先生 各位, 我們不要買早餐 吃上一碗燒肉 這麼早吃燒肉, 豈不是要加白飯? 對, 我想吃完六個早餐 我要A Baby, 你的燒肉也要留一會 再請大家吃吧 你現在快點去買點東西吃 然後去換衣服 大Sir來吃飯, 不遲得 來吧, 去看見你 老婆, 你這麼遲, 趕快去換衣服 我知道, 大Sir的訓練不遲得到 是嗎?我那些燒肉怎麼辦? 待會放在大房間 房間回來就吃吧, 換衣服 老婆妹, 我給你一份, 陪你 先戴著, 你還有一關還沒過 大Sir, 你通過了 你忘了我告訴你 你通過了之後還要跟師父嗎? 你跟得不好 大Sir一樣可以不叫你出去拿大馬 你過這關再給我吧 你知不知道我會跟得到師父嗎? 你倆搞定了, 搞定了, 走 搞定了, 老婆 老婆還沒站在這裡幹什麼 快快換衣服, 去冰箱房間 是, 老婆 請注意 簡單 行 早安 早安, Sir 大家早上早就朝氣勃勃, 試刑錯了 對不起, Sir, PC26998報到 第一天就此 不 你沒遲到嗎?是他們早到早而已 坐 好 謝謝, Sir 大家放鬆點 我說幾句話就走了 我最近收到隔壁新界那邊的投訴 就說我們的手足在追快車的時候 追了過去別人的環頭 導致大家在分工上出現了混亂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如果再有這種情況出現 最好通知一聲對方 是, Sir 我說的話就這麼多了 我還有個會要開 阿美 檢查 你繼續訪問 是, Sir 請注意 輕鬆 杜Sir 我知道背心由第一天上馬 我們又多了個新血軍 可以的話 找個好一點的師傅帶著他 是, Sir 乾杯, Sir 乾杯, Sir 我以為大Sir有什麼緊張 原來給貝Sir特地來看著他的寶貝女 這不是叫潮總有人口辦事嗎 就是了 貝心由 是, Madam 今天你第一天上馬,召殺26 阿君會帶你 是, Madam 是, Madam 大君人這麼冷靈 看來大Sir都是公事公辦 大Sir愛你, 變成害你 當作是豆腐, 收拾吧 謝謝, 請呼吸 我們以後就會是最好的伙伴 你會跟著我 我會好好疼愛你 你搞什麼? 對不起, 這麼出色 離開車才享沙卵, 很不老禮 學堂寶教你嗎? 沒有 幹嘛把頭盔放在地上? 把他抓回去 為什麼不可以把頭盔放在地上? 你戴上頭盔, 誰知道碰到地上 就能分開在那裡 正所謂虧在人在, 虧望人望 這些是交通無禁忌 你想堂寶聽書嗎? 學廠真的沒有教 但其實這麼多禁忌 會不會迷信了一點? 這些不是迷信, 這些是傳統 我告訴你多一點 一人出車後, 無論我開得多慢 你都不可以過我, 明白嗎? 是, Sir 幹什麼? 光哥, 什麼事? 中文, 說都不老禮了 不知道你欺負我, 我欺負你 幹什麼?倒閉嗎? 對不起, 女士 我想那車有點不妥 找人來檢查一下 是, 老闆 老闆, 那我跟誰? 看看吧 跟我 跟你? 有意見? 你上車吧, 超強 老Sir?早知道不在這裡陪那小妹 公圍吧, 認識她了 走吧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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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 女士 公主, 老闆, 必須不知 老闆, 神經病 我知道, 跟師傅不可以過師傅頭 我合格嗎? 所謂傳統, 我一向都不理 你駕駛得這麼慢 你不是想試試我會不會排你頭嗎? 我是想試你手慢車 慢車? 快車、樓、遊客人都會 香港路面這麼繁忙 做交通景, 要懂駕駛慢車 才叫騎得住大馬 是, Sir 是, Sir 防安醫院有病人情況危害 急車轉到另一間醫院做手術 現場交通濟塞 麻煩附近的夥記幫忙開路 來, Wilco 來, Wilco 遇到緊急的情況 我們要負責幫救護車之類的 緊急車輛開路 像這次一樣, 病人情況很危急 我們要做的就是幫救護車 以最短的時間去到醫院 差一秒, 就可能差一條人命 知道, 是, Sir 謝謝你們, 多謝你們幫忙 我老公才會這麼快送人來急診室 是我們分開事, 不用 謝謝你, 謝謝你們 還忙?不用做嗎? 是, Sir, 對不起, Sir 你要記住, 從學堂出來那天開始 肩膀多了的不僅是號碼 還有責任, 穿件製服 駕駛的鐵馬就要盡忠職守 幫忙市民, 不是優惠 是應付 是, Sir 好, 車站在車上, 車會比賽 沒興趣還要繳 煮不著, 您幫忙, 請我收拾 誰是, 其他人 沒有? 她的車快不走, 跟着她吧 知道的 長官, 我的牌子被人收了 被媽媽收了還是被爸爸收了? 被法庭 那就是你已經停了牌子 我們現在要多負責你一項無牌駕駛 身分證沒有被人收, 身分證吧 杜Sir, 為什麼你知道他剛才沒有 不如問問你自己為什麼不知道 剛才我聽到他有疾有聲 我明白, 你伸手去開油駕 就知道他快沒有油 我們這麼年輕, 眼又蒙耳又濃 明白的, 要是眼睛和耳朵, 是嗎? 我們做交通警察 已知道汽車的基本常識 這是我們的責任, 明白嗎? 是, Sir, 對不起, Sir 是, Sir, 那邊整個車都是圍泊的 這些車全部亂停泊 令小巴司機不可以上落客 我想過去趕他們 這兩個白炸也算不可以了 趕走那些車, 怎麼讓你胡亂停泊 不讓你胡亂停泊 不讓你胡亂停泊 如果郭哥, Sir也這麼好 你就不用被人抽八斤的告票了 下次不敢了 幸好現在還有一份站長頂著檔 不然不知道該怎麼辦 爸爸, 抽個票, 姐姐 是呀, 以後不准你繼續抽個票, 姐姐 姐姐不是只抽個票, 還做很多事 我知道, 他送了一顆紅獎給你 那我就叫他叫紅獎姐姐 說什麼, 說得挺好聽 記住, 待會回到站頭 跟紅獎淋水, 知道嗎? 知道 你好, 紅獎花姐姐 你好 大家, 我回來了, 可以吃小花燒了 Sir… 早就吃光了, 等你嗎? 那我跟杜Sir那份呢? 對了, 記得明天跟AI那邊 開個交流大會, 大Sir也到 你們一個二個要出席 是, 先生 蘇生蘇? 我陪紅獎開了藥花 為什麼這張碟不同了? 買東西送了無謂東西, 就放在你那裡 謝謝 沒特別意思的 我看他流水一流, 會否轉著他 對了, 你今早刻著我, 還沒跟你計算 不要這麼眼神看著我 為什麼有咖啡味? 頭和Kelvin 他們倆學人沖咖啡 還沖得整個泡沫, 都是咖啡瓶 就是了 還有, 沖完咖啡渣又不丟 又說什麼用來做肥料就最適合 還可以拘重 你們倆, 最近天天去沖綠茶喝吧 你懂什麼?綠茶去水腫 就是了 去水腫? 不是有人說綠茶裡有什麼疑嗎? 疑茶素 疑茶素 放在紅獎上會肺膏長大嗎? 好, 我想你多想了一點 剛好, 先走了 遙遙那個阿比措案的伙計滴走了 好像是跟兩年前小孩失蹤痕有關 我知道你說哪一宗, 我去看報紙 說那個小孩條絲最近才被人找回來 真可憐 遙遙不是被人懷疑, 買起了我小孩嗎? 你廢話說吧 大人哥, 你要的照片嗎? 謝謝 重哥剛剛通知了我 他們只是請遙遙回去協助調查 做證人而已, 大家不用擔心 司馬 Madam 以你的聰明才智 你覺得我會不會收你這些手描述的報告? 怎麼看?給我打過它 剛才Madam說瑤瑤做證人 會不會是瑤瑤看到兇手腳行兇? 你別斷估, 我收到訊息 因為我小孩條絲在瑤瑤花圃附近發現 重案找他回去問我, 有什麼奇怪 看看案發當日有沒有看到那些可疑人物 但案發那天已經兩年前 看到也不記得了吧? 是嗎? 那倒不是這麼說 你們記不記得案發當日是九月九日? 那天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我就覺得很邪門 怎麼這麼人齊?瑤瑤呢? 不記得, 不過剛剛在說他 先別站穿過面了 繼續… 說什麼很邪門? 說什麼?說我嗎? 是… 我正在說你有沒有在警察駕駛訓練 我這些事情? 恭喜你, 通過了 今天第一天上馬, 乖不乖? 不過我這次通過了, 也是因為你 所以我這次專程來跟你說謝謝 謝謝我, 那天 不然你發了這麼振奮的訊息給我 我也懷疑自己能夠捱 所以這次我上到馬, 最大的功勞 也是你 給自己一堆信心 謝謝… 你做證人的案件又怎麼樣? 瑤瑤, 有沒有記得什麼 什麼事, 先去重案那邊 兩年前的事了, 誰會記得? 會記得? 第二個就說而已, 你 你的手機叫人肉電腦, 記憶王 對呀, 上次我做證人落口功 的時候弄得一塌糊塗 都是你教我用記憶法 什麼人肉電腦?輕鬆機… 走, 走, 還沒走? 對呀, 剛過了AI那邊 跟那些傢伙聊起 瑤瑤做證人的事, 只是聊了幾句 我記得那件事, 跳進去還很可憐 瑤瑤就更可憐 剛剛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就是你爸爸媽媽的死記 誰想想起傷心事 對呀, 剛才不斷被人問 想想起也不行, 真是跟他心吵 十五分鐘後, 去大會室開交流大會 是, Sir… 大家有什麼申訴, 有什麼要求 趁著這次的機會跟上頭說吧 是, Sir… 一會交流, 要求投售去樓下餐廳 一年都不穿下菜單, 吃得好也會 這樣搞就搞成賢哥而已 其實我最想投訴的是我們這邊的電腦 慢到死, 跟AI那邊無法比 對呀 沒錯, 現在很不公平 大家都是在交通部 沒理由AI那些電腦禁止我們這麼差 真是由你… 是 你去說吧 來, 合上來, 合上來, 合上來 你不敢出金, 還有什麼…快點 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是否應該有一個 強制性中文打戰課程嗎? 強制所有上級都一定要學中文打戰 這些就算有見地了, 我支持你的 那一會兒就由你提出 你說吧 你說吧 說你就很不肯, 做你就沒份 待會兒不說的, 正臭小子 什麼?怕嗎? 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有什麼儘管開口說 為什麼大家這麼安靜? 真的沒話要跟我說嗎? 其實這次我們開這個交流會 是很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 從而由上至下作出改進 大家隨便一點 當像平日聊天就行了 家綺, 你舉手嗎?是否有話想說 Sir, 沒有, 我撥頭髮質問 沒有舉手 Sir, 我有話想說 好, 終於有人想說話, 說吧 我覺得我們EMCD電腦 比AI那邊不夠更新 好, 好像有點不公平 這是好問題 設備的東西 一直都是由委員那邊負責的 Margaret, 不如你回答吧 我想大家有點誤會了 AI的同事因為要查案, 又要畫圖 又要儲存大量的資料 所以才用到高級的電腦 而E人師那邊根本沒有需要 所以根本沒有存在 公平這個問題 對, 但也不用差那麼遠 你知道嗎? 我們EMCD那邊的老爺機 有時打一打報告都會輕輕 我覺得應該真的要換一下機 其實我們AI的電腦 用了幾年都不夠快 是時候要升級一下, 是吧? 我們這部人用電腦, 早就輕輕 靠老爺機, 死定了 是呀 你們都過了萬萬, 你就不猶了 對… 上次隨時機單位叫Burk的機 這樣也賺不到, 一定賺了 好…我很明白大家的要求 至於換機的事 就一定要交由財務部去申請預算 Margaret 是 你幫我記下這件事, 隨時提醒我 知道 貝心友, 很感謝你提出的寶貴意見 謝謝, Sir 還有誰想提出意見? 阿Sir, 我有話要說, 阿Sir, 我有話要說 突然間這麼踴躍 我們只剩下半小時, 應該問不完 讓我先說, 讓我先說 好… 卓鋒、師傅 你們是他們兩個部門的主持 不如由你們代表他們提出意見 我先說, 先說, 先說 Mine check, Mine check 其實我要發表的事也挺多 那就不如由我們警署門口有個石櫈 旁邊有個… 不故糟糕了 你給他們拿著咪高峰 每個小時都不能分手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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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李文豪 師傅, 怎麼這麼好來找我? 我知道你喜歡吃攤, 有一場同期 就買點來請你和你的手足吃吃 謝謝 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在忙你的手足 他有份做證人, 那宗兇殺案 有影片看的 是呀, 那條影片在汽笼莊門口 的CCTV拍到 那間是一年前撿了一盒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找到負責人出來 幸好他們沒有刪除所有的影片 那就是有料到 CCTV拍到有犯人在賣絲山頭附近出現 而你的伙計遙遙也有入住 我會和他大家貢獻 影片下部影片下部影片有請 不停 請製作詞 請製作詞 請製作曲 吹麵, 吹麵 我記得我剛進學堂的時候 有個師兄跟我說 當年屯門色魔都是用吹麵粉 最後那個證人記得你那個車牌 還把那個色魔還拉起來 行不行? 不能吹的, 就扯一下他 他是這件案件的唯一線索 你不是連唯一線索也放棄嗎? 李文浩, 你這樣做 怎麼對得起小朋友? 你怎麼配做一個好警察? 行了…我知道了, 這些等我來 給我一點信心 好, 對你有信心 好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你去找余妖 記得在四點後才會打電話給他 你知道, 我們AI的工作很繁忙 你弄到他, 簡直也弄到我 不就算不錯 好 好, 享受吧 享受 再見, 再見, 再見 師姐 師姐 再見 再見 怎麼了? 只是你才可以準時下班嗎? 有 沒問題, 趕緊回去, 林花 明天那個花圃是你爸爸媽媽留給你的 下班後我完全有權不需要認利 我肯認利已經給你了 Sir Sir, 什麼片段? 兩年前有個陌生人替我擦身而過 我哪會記得? 對不起, 我幫不了你 再見 是 你說謊 I see you 有點像 師傅, 師傅 麻煩你別吹, 行嗎?好煩 你說謊就行, 我吹完就不行 你誰要聽我說謊? 用耳朵聽的嗎? 就憑你的身體語言, 我一看就知道 如果你不是說謊 為何要找一輩子撿著我? 你身為警務人員 竟然做一個不誠實的證人 你知不知道這個小朋友死得很慘 你這樣對得起他嗎?冷血, 無情, 自私 我不管你信不信 總之我真的不記得 是不記得還是不想記? 是人的父母也會死的, 無良心 你身為警務人員, 竟然做一個不誠實的證人 你知不知道這個小朋友死得很慘 你這樣對得起他嗎?冷血, 無情, 自私 是不記得還是不想記? 是人的父母也會死的 無良心 你不會死的 是人的父母也會死的 老公…你看我們的女兒多厲害 我女兒做警察, 氣威猛 而你呢? 當然 你看一棵龍船花 我特意教一棵最漂亮的給你的 真的很漂亮, 謝謝老公 今天天氣很熱, 我們快做完事回家了 對了, 女兒快回來, 我還沒買菜 不要緊, 我叫全叔把美女回來 可惜女兒要上班, 無法跟我們去旅行 是呀, 這次我們去台灣五天那麼久 女兒很想念我們 不要緊, 我們可以每天打電話回來給她 也好, 上一次女兒吃過鳳梨酥 她說很好吃 那我們就把東西放回來給她 怎麼了?這麼快就想念… 不好意思, 小姐, 我們是台灣花蓮縣警察局 請問你是姚正良和馮代帝的家屬嗎 是…我是他們女兒 今天早上, 姚正良和馮代帝駕車往農場期間發生交通意外 他們倆被送到醫院之後, 搶救無效, 已經身亡 喂? 小姐, 你聽到嗎? 喂? 他們看你的 你看她 C&A YuYu? YuYu? YuY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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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婆婆 你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在2013年9月9日 下午大約四點鐘 在喜喜龍莊門口 我是見過翠國 你肯定是他? 我肯定 中國籍男子大約三十歲 五呎十寸高 黑色Cat毛、黑色拉鏈外套 左邊胸口上的拉鏈球是脫掉的 深藍色牛仔褲 黑色波鞋 還有一對鞭鱗 I see you 我之前問你,你說不記得那個影像 為什麼現在這麼清楚? 因為我記得他那個笑容 很恐怖 他一定是剛剛想起對安仔做過的事 他才在這裡笑 我一定要 我不希望再有人受到傷害 我也不可以被這個人逍遙犯我 我要指正他 尖沙咀近洪水一帶 有單地API 大量車兩車 有兩車相撞 大量傷者 麻煩受電台叫2126 長沙灣東京廣場對出有兩車相撞 麻煩過去看看, Over 211, Roger 你們倆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需要去醫院? 沒有 既然沒有人受傷 你們可以私下和解 但麻煩你們把車駛到前面 不要妨礙馬路,謝謝 謝謝 電台叫2126 21 26 有私家車在藍天 被電單車撞到道後鏡 電單車不故意去 車牌November Charlie, 2275 客席,現往西貢方向逃走 請手速追劫 21Vilco 那我呢? 你去這裡收拾手臂 是, Sir 前面黑色電單車 NC2275 立即停下 前面黑色電單車 立即在前面停下 立即停車 立即停車 救命 救命 快快 快點 駕駛 電車的車載不載就很激烈 上… 主人進行樓 上…快… 停住, 上… 死罪, 無論如何都教住迷業馬 兩方向經過馬堂前一直送他重營 上… 停住 快… 你輸不馬備, 你輸不馬備 我跟訓室買了四號Vin 你這個樣子不用說就輸了 不是, 沒賭, 聽聽聽也刺激 這輛車不錯, 在這彎子差點 知道了, 道Sir 不過你的腳怎麼塞進鋪板裡? 很危險, 有什麼事你得不及 沒有, 我一想烏低身加速減低風草 我習慣把腳塞進鋪板裡借你 我會改的 快點改吧, 想贏而已, 不用用命拚 是, Sir 這傢伙這麼好, 話也不聽 你想贏你師父, 你把身體放進去 這輩子也贏不了 別聽他說, 你很快就贏了 是, 誰贏未知 我剛才倒過早餐, 你輸了, 別賴 行了, 威Sir B餐吧, 腸仔煎雙蛋加香煎豬扒 真是欠利的, 算了 你吃不吃得了? 用來擺也好, 你很久要輸 自己練習吧 餐進來, 來, 吃吧 這份是你的 我用B餐, 腸仔煎雙蛋加煎豬扒 你給我麥皮幹什麼?用來敷麵嗎? 你問你, 問嫂子嘛 她就馬上打給我, 說你有三高 阿蘇, 吩咐我不肯亂買東西給你吃 這些麥皮多時就適合你吃了 你也不怕 連吃早餐的自由也剝奪賣? 你當然不聽他說了 他跟B投訴了很多次了 你不用問了 當然是說我經常爬馬經不騷擾他 那南亞島的馬仔有多閒 幸好他在大間局 不用讓他盯著 阿蘇也是為你好而已 阿蘇, 你也不怕你知道什麼嗎? 問問阿杜Sir, 過來人是人 他也被老婆管著 後來就很遷就我, 我很自由的 你真壞, 你連自己也騙了 你別大嫁壞小子嘛 吃臘腿吧, 這麼多話要說 拿給我… 打給我嫂子 拿電話給我嫂子 吃完再打 打給我… 冷靜點, 新鞠躬 他的車已經無油了 在哪裡?入駕油 那我去看老地方見, 好 謝謝 來, 倒數 油在這裡入油 身為警務人員用油非法油 知法犯法, 你知不知道警察沒得做 不然我貪了油含原量高 爆炸力比較厲害 我沒有下次, Sir, 還說藉口 打電話 打海關嗎? Sir, 這些油森蓋過很快就開了 那你打不打? 我認得謙虛, 警告你 最後下次的話, 公事公罰 是, Sir 我認得 警告你 我認得你 是, 警告你 是, 警告你 是, 你是禁止的 Egg, 公事婆 是, 報信太然 是, 報信太然 無理, 報信太然 這邊也無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